婉诚妹妹 你不是要去看菊花吗 一起吧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答应我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疯了 魅住的东西 挺着 哥哥 婉诚妹妹 你不是要去看菊花吗 一起吧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答应我的 婉诚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们关外女孩可是很直接的 你可不要因为我的直接拒绝我 喜欢 对了 你不是要去看菊花吗 我陪你去吧 走吧 三二哥 当真要去婉诚哥哥 那能怎么办呢 师父说我将来是要继承天下的 婉诚哥哥身后的势力必不可上 就先这样吧 将来我要是遇到了狱中人 可以纳围侧福警 独宠丹房 当他不存在就好了 可这样对婉诚哥哥岂不是 他一个好好的姑娘 我又不想伤害他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疯了 魅住的东西 来人 你给我带走 把带下去 是 走 走 不好了 怎么了 黄黄正老师 不好了 玉太被关进牢房了 怎么回事 玉太侍卫不知怎么冲上三二哥 你快去瞧瞧 这么傻呀 玉太 玉太 来 哥哥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会去冲撞三二哥 哥哥你听我说 三二哥不可靠 他只想利用你背后的势力 并非真的喜欢你 你千万不要被他骗啊 真是个大傻瓜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 哥哥 哥哥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我 婉珍 参见皇后娘娘 见过景仙姐姐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婉珍斗胆求您一个恩典 求皇后娘娘放了玉太 怎么了 而且这次 我才知道自己心里喜欢的是谁 所以 还求皇后娘娘能够成全我 和玉太 你和玉太两情相悦 本宫又怎能棒打鸳鸯呢 这样吧 本宫收玉太为义子 这样一来 你们便是门当户对 二来 你的阿玛也能够放心了 谢皇后娘娘恩典